前两天台湾新北市街头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有一个女子喝醉了酒 居然飞身扑向一辆汽车 车流布局的十字路口 穿着绿色上衣的女子 摇摇摆摆地穿梭在机动车流中 更夸张地来了 女子一个肩步直扑迎色轿车 就这样被撞倒了 恰巧后方又有一辆汽车过来 把她撵了过去 这下假车祸变成了真车祸 故意撞上那个张姓男子 所开驾驶的这辆客车 那在遭后方杨姓男子也过 那伤势腿部臭伤 那没有大碍 根据警方调查 32岁的王姓女子因醉酒意识模糊 早上9点28分 扑向原本撞不到她的轿车 但没想到倒地后真的被撞 撞人的车主急忙将王姓女子救起 送往医院救治 还好女子没有生命危险